各位五年级西安的学生,大家好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我们所要上的国文课的语法 请大家拿出你们的练习值 翻到这一课,就是Gata Seru探词 这个探词通常都会出现在我们的国文试卷一的选择题 有时候也会出在第十五 就是在试卷一的第十五或十六题里面 的改正错别句子 意思就是说可能有四个句子里面 他会用感叹词 然后你要找出哪一个句子是用正确的 所以基本上这一个语法在考试中也会很常的看到 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我们所学的 这一个Gata Seru探词 我们看第一个Adoi Adoi是什么呢? Adoi通常我们一定是用在疼痛的时候 用在疼痛的时候 我们怎么知道句子是叫疼痛呢? 你只要看到句子里面有讲到疼痛 有讲到可能身体不舒服的话 通常我们都会用到Adoi这个感叹词 好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Adoi sake nia kaki saya Adoi我的脚很痛 所以你看sake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字画线或者是highlight起来 所以sake告诉我们这个句子是讲到痛 所以我们的感叹词就用Adoi 好第二个我们来看 Adoi hai Adoi hai呢 这边是写说呢 用在伤心或者是悲哀 好基本上呢 当我们用Adoi hai的时候呢 通常都是觉得自己很可怜 或者是自己很倒霉 我们就会用Adoi hai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例句 Adoi hai Malang nia nasi kita Adoi hai 我们的命真倒霉 Malang的意思就是倒霉 所以通常在五年级呢 你只要看到句子里面有Malang 它的意思就是 它的意思就是倒霉 你就要用Adoi hai 所以呢 请写下来 Malang就是倒霉 OK 倒霉 上面一个雨 下面一个每天的霉 所以我的命真倒霉 好 接下来我们看 Alamang 是用在吃惊 OK Alamang Kunji saya tinga di dalam basi Bas 对不起 Alamang Kunji saya tinga di dalam bas Alamang 我的钥匙留在 The tinga 就是遗留 遗留在巴士 所以呢 我们也可以讲说呢 这个Alamang呢 是用在糟了 所以当你感觉到一件事情很糟了 你就会用Alamang 所以Alamang Kunji saya tinga di dalam basi 好 下一个我们看 Amboy 就是用在惊奇和赞叹 所以它是A的意思 好 我们看 Amboy Basaniya ruma Lime Amboy Lime的家 很大 好 我们可以讲说呢 其实Amboy 跟Wa的意思 都很接近 OK 都是用在惊奇 但是它的分别在哪里呢 好 我们先看这两个 Wa和Amboy Wa Cantinya lukisan itu 所以你看 其实呢 这两句都是 只看到某一样东西 或者是看到某 一些事情 很惊讶 或者觉得很棒 他们就用Amboy和Wa 但是它的分别在哪里呢 当我们用Amboy的时候 我们会讲到 这个东西是属于什么人的 这个东西是属于谁的 但是当你用Wa的时候呢 你只是对于那些物品 但是你不会提到 那个东西的主人 所以你看 Basaniya ruma Lime 他有提到这个屋子 这个很大的屋子的主人 是Lime的 对不对 所以他就用Amboy 但是这边呢 Cantinya lukisan itu 那一幅画很漂亮 这里呢 没有提到那个 那个拥有者 所以他就会用Wa 所以请记得 Amboy和Wa的分别 Amboy有提到 那个东西的主人 Wa没有提到 OK 好 再来我们来看 下一个Cheese Cheese呢 是最容易认的 因为呢 它一定是用在生气 骂人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用Cheese Cheese Berani engkau menchabaku Cheese 这边不是指勇敢 这边的Berani是 敬感 OK 敬感 Cheese 你敬感挑战我 menchabaku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Berani highlight起来 所以如果你看到呢 考试的题目里面 Berani这个字呢 OK 它也就是用Cheese 当然在这里的Berani不是指勇敢 这个Berani是指你敬感 你胆敢挑战我 好 Hi 最简单 我不多说的 就是打招呼 Hi apakaba Hi 你好吗 好 那 那呢 是用在把东西交给别人 我们看它的例句 那 ambed dweet in 那 这个钱拿去 你可以把这个ambed highlight起来 或者圈起来 所以你只要看到句子有ambed 很简单 它的感叹句就是 那 好 下一个我们来看 Oh 是用在旌旗和时望 Oh Gamula yang menchonting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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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 是什么叫做menchonting menchonting的意思就是涂鸦 对不起 写字 涂鸦 OK 你涂鸦 这一个呢 这一个墙壁 所以呢 这个Oh 就是指呢 他知道了 OK Oh 你涂鸦这一个墙壁 OK Oh 好 Wahai 这上面写同情怜悯 或有所感动 其实通常我们用Wahai呢 是用在劝勉 OK 是用在劝勉对方 所以你会发现到呢 通常用Wahai的时候呢 后面会有anat Anaanat 或者是gar mat 或者是- bana-kana-ime Nebraska 记得这些重要的字 所以如果你真的不明白那些句子的意思 你就要学习怎样呢 来抓这些重要的词汇 就是我跟你讲 要highlight起来或化现起来的词 好 下一个我们看 Shabbas Shabbas是最简单的 只要是得奖 得到冠军 得到第一名 我们一定会用Shabbas 就是指棒极了 妙极了 我们来看它的例句 Shabbas 你已经得到了第一名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 Johan Johan也是冠军 Johan也是冠军的意思 第一名的意思 所以只要看到成绩很好 比赛得奖了 我们都会用Shabbas 好 非常简单 对不对 所以今天的这些国文课呢 你们只需要做一到十题 就是用刚才呢 我所教你们的这一个 Katasaru探吃呢 来填充 好 今天的功课就是这十题的填充 下个星期我们一起来讨论 好 谢谢大家